每天学一首,天天做高手,大家好,我是一首歌 今天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酱骨蚌 首先准备新鲜骨蚌,从骨蚌的中间给它掘开 将掘开的骨蚌,洗去血水,放入冷水锅中 加点万能的小料酒,姜和葱 煮出血沫,将骨蚌烙出葱酱 起锅烧底油,下入糖块,炒出汤彩 倒入骨蚌,下入适量的水,超过大骨蚌 下入姜葱,八角桂皮香叶 来两勺海鲜酱油,再来点老抽上散 鸡精,盐,五香粉给它调味味 盖盖小火,炖它起起49分钟 根据个人口味,原来四仪捞出成盘 非常好吃的家庭酱骨蚌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双击家公众,感谢老铁支持 酱骨蚌 首先准备西线骨蚌,从骨蚌的中间给它掘开 将掘开的骨蚌,洗去血水,放入冷水锅中 加点万能的小料酒,姜和葱 煮出血沫,将骨蚌烙出葱镜 起锅烧底油,下入糖块,炒出汤彩 倒入骨蚌,下入适量的水,超过大骨蚌 下入姜葱,八角桂皮香叶 来两勺海鲜酱油,再来点老抽上散 鸡精,盐,五香粉,给它调味味儿 盖盖小火,炖它起起49分钟 根据个人口味,原来是一楼煮成盘 非常好吃的家庭酱骨蚌制作完成 喜欢的老铁,双击家公众,感谢老铁支持 吃的酱骨蚌 首先准备西线骨蚌 从骨蚌的中间给它掘开 将掘开的骨蚌,洗去血水 放入冷水锅中 加点万能的小料酒,姜和葱 煮出血沫,将骨蚌烙出葱镜 起锅烧底油,下入糖块,炒出汤彩 倒入骨蚌 下入适量的水,超过大骨蚌 下入姜葱,八角桂皮香叶 来两勺海鲜酱油,再来点老抽上散 鸡精,盐,五香粉,给它调味儿 盖盖小火,炖它起起49分钟 根据个人口味,原来是一楼煮成盘 非常好吃的家庭酱油棒制作完成 喜欢的楼铁,参加加工众,感谢楼铁支持